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岛上,数名园英级别的修士正聚集在某座小山上的石亭中谈笑着什么。 碧仙子,听说你这次炼制出了一炉,心香丹来,这可是一经伐随的上好丹药,不知小老儿可否讨要即可过来。 一名身穿宽大灰袍的白须老者正手撵胡须,对着对面的一名绿山女子笑着说道, 谁不知道道友自己就精通炼丹之术,又怎么会看上碧仙子的一点心香丹,倒是君某这一次要为门下几位弟子交换一些此丹的。 赵道友此言差矣,老夫精通丹药,大多都是在促进修为,精进法力的几种灵丹上,对着心香丹,可是的确不会炼制。 现在难得有此机会,自然不会放过的。 两位道友不用想着,这一次,妾身到此参加交换,已将心香丹带了大把,足够两位分道。 倒是希望,两位道友拿来交换的东西,不要让妾身太失望才是。 那名绿山女子说话轻柔斯文,不像修道之事,倒像是一名大家闺秀一般。 但老者和儒生听了此言,君暗松了一口气,扣上才客气起来。 这几名修士,竟是在这里举行小型交换会。 同坐在石亭中,没有说话的另外两人,见此却不禁相视一笑,接着其中一名面色蜡黄的大汉,突然抬手将一只金色木盒拿到了石桌上,往中间一推,就盯着老者凝重说道。 这样东西是范某和孙道友合理才到手的,要换看胸丹的两颗画脚丸,只有此丹才能让在下的疾风芒进化成脚。 画脚丹? 上次交换的时候,老夫不是说过了吗?这东西不换,在下的碧灵蛇也同样需要此丹的。 呵呵,看胸不必回答得这般快,还是先看看在下拿出来的东西再说吧。 范姓修士一声低笑,颇有些自信,倒有除非有清灵之这等材料,否则盒中东西就算再珍贵,老夫也不会答应。 老者心中一动,但口中仍毫不松口,但手却已经一招将那盒子直接射到手中,然后打开盒盖,一颗蓝灿灿的拇指大圆珠出现在其内。 雷精兽哪单? 老者一见此物,漠然失声,其他人也是一惊,均不禁忘了过去。 汉兄果然见多识广,竟然一眼就认出此物了,这的确是一只七级雷精兽的妖单,虽然只是七级妖兽,但是此兽珍惜,诸位道友都应该知道的,是我和孙兄足足追杀了三天三夜。 才最终得手的,拿此物交换,不知道要觉得如何呀。 老者望着手中的盒子,眼都不眨一下,显然对这颗妖单渴望至极,但是那化妖单同样大有用处,竟一时愁愁不定。 雷精兽的妖单,这倒的确不是常见之物,能否让在下看上一看? 就在这时,突然一道淡淡的男子声音从亭外传来,陌生之极。 谁? 几人均都是一惊,全都随身望去,只见不知何时,在亭子外边出现了一名轻袍男子。 只有二十许岁,面容平凡,但双目清澈一场。 石亭中的几名修士不禁面面相觑,他们谁也不认得此人,而且这里看似普通,但应该被布置下禁止遮蔽住了才是,如何会出现陌生之人。 但让他们没有马上翻脸大怒的原因,却是对方一眼望去,仿佛体内一丝法力都没有,似是个凡人。 但是若真是一名凡人,又怎可能出现在这里,说出这种话来? 阁下是…… 那范姓修士似乎是此地的主人,略微犹豫一下,谨慎地问道。 没什么,在下只是来问下路而已,若是有打扰之处,望几位道友不要见惯。 韩力抱拳一下,神色旦旦,他自然就是从大进传送过来的韩力, 而这里,就是五龙海的某片海域。 韩力对此陌生之急,虽然需要打听一下此地的位置,再设法买一份海图。 这里的幻术禁止虽然也算不凡,但又怎能遮住他的明清陵墓, 故而从这岛屿上经过之时,一见这里又高洁修士聚会,当即不客气地降落下来。 温楼! 范姓修士一呆,随即面露不信之色。 道友,若能有份附近的海图,那自然更好。 哦,对了,你这枚雷兽妖丹,虽然看似完整,但丹内的妖力已经散发得差不多了,就算拿去配药,也无法大用。 韩力根本不在乎对方如何所想,反而是瞅了一眼老者手中的盒子。 此事当真? 老者闻言,心中一惊,而范姓修士却面色大变,大怒起来。 信不信自然随几位道友,在下只是随口一说。 不过若是哪位道友愿意出售海图给在下,并回答几个问题。 在下也有一枚雷金兽妖丹相赠,虽然级别低了一些,但用来炼药也足够了。 韩力不动声色,手掌一翻,一颗外形相似的妖丹就浮现而出。 同样蓝光灿灿,但是明显比先前拿出的那只小了一圈。 这一下,厅中的几名五龙海修士,先是一阵错愕,随即神色各异。 有的目光闪动,有的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,还有的则死死盯着韩力,似乎想从其脸上看出一朵花来。 阁下到底是何来历,故意到此细耍我们的吗? 范姓修士将目光从韩力手中的妖丹上挪开,面线利涩,细耍。 为了一颗区区的六级妖丹。 要是普通的六级妖丹,我等几人也不会放在眼里。 但是雷精兽的妖丹,自食例外了。 况且阁下一出仙,就挑拨范姓的妖丹有问题,也值得让人思量一二了。 那名始终没有说话的孙姓修士,是一名面容略显阴厉的老者,此刻却冷冷开口。 你们杀的雷精兽,拖延的时间不短,就是因此,那只妖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,就将妖丹内的大半妖力倾斜一空。 被你们杀死后,妖丹无法补充妖力,品质自然好不到哪儿去。 看来两位灭杀的高洁妖兽没有起之,否则不会不知道此种禁忌。 韩丽微微一笑,不知可否。 听了这话,范姓修士二人互望一眼,面上不禁露出了迟疑之色。 就算妖丹之事是真,阁下如何进到此地? 反倒有明明将这里用幻术遮蔽,阁下是专门冲着我们几人来的。 区区一个幻朕,在下还不放在眼内。 至于几位,在下第一次经过此海域,又为何专门冲诸位而来? 韩某今天心情不错,所以该说的都说了,再多问什么,在下便可没有什么兴趣。 刚才说的条件不变,是否有人愿意做这笔交易? 我可没有打算在此多滞留的。 韩丽说到最后,脸孔板了起来,见韩丽口气如此之大, 石厅中的几名元英修士反而是心中大灵。 对方看起来如此神秘,他们可不认为对方在说大话。 一时忌惮之下,竟没有谁在妄子开口。 直到那名清秀的绿山女子,目光闪动, 注视着韩丽一会儿后,忽然问了一句。 听到有口气,似乎不是我们五龙海的修士, 但不知阁下是否崴子大尽,可认识向之里前辈。 你认得向道友? 韩丽一正,盯着此女,双目眯了起来, 她也有些大感意外。 向前辈曾经在小女子岛屿上住过一段时间, 在修炼上指定过妾身的,让晚辈受益匪浅。 可下与向前辈平辈相称,难道也是化神器的男位前辈吗? 绿山女子一听韩丽之言,双目一色一闪, 默然站起身来,连忙失了一礼,神态恭敬之极。 化神修士! 原本还好好安坐的几位,突然吓了一跳,纷纷大惊同样起身。 刚才口出不善之言的范性修士和阴厉老者,更是面现一丝惶恐之色。 哼,既然你认出来了,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,你是何时遇见的向道友? 晚辈是在二百多年前见过的向前辈,那时晚辈还未凝结原因成功。 要不是向前辈指点迷津,恐怕现在还在结单期徘徊的。 两百年前,算算正是向之里等人在五龙海发现空间节点的时间,看来此事倒也是真。 韩丽心念急转,转眼间就判断出此女所说属实,神色也为之一换。 既然你认得向道友,那最好了,将这枚妖丹拿去,将海图拿来。 韩丽手一扬,手中的那枚稀有妖丹,就立刻射向了此女。 此女心中一喜束手一抬,就将那枚妖丹吸入手心,接着躬身称谢, 然后再从妖间处带中掏出一块淡绿色的玉碱,连不轻移送了过来。 韩丽将玉碱接过,当场用神念往其中一扫,再和向之里以前留下的消息一对照,刹那间找到了空间节点的准确位置,离此并不是太远,只要月许时间就可赶到的样子。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。 不错,现在我有几个问题,你好好听着。 一旦显出了化神奇修士的身份,韩丽身上威势顿险,用不容质疑的口气吩咐。 话说回来,现在的她已经是人界最顶洁的存在,若不是考虑受缘流逝的问题, 此界根本没有什么让她惧怕的存在。 绿山女子自然连忙答应,下面就见韩丽口中微微不停,但丝毫声音没有传出,而绿山女子则美眸眼波流转不已, 并在韩丽口中传音一停后,也同样传声,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。 韩丽听了之后,摸了摸下巴,低头沉吟了起来。 其他修士大气都不敢喘,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,生怕打扰这位化神前辈。 而给自己招惹天大的麻烦。 哼,韩某得到了想要的东西,就不在此久待了,你们继续吧。 韩丽似乎想通了什么,漠然一抬手,黑黑一笑,随后一只袍袖一甩,一片清光闪过,人就骤然消失不见。 韩丽如何离去的,在场几人谁也没有看出来。 不过如此一来,从韩丽显露身份后,一直战战兢兢的范醒修士等人, 总算大松了一口气,但随即目光一扫绿山女子手中的雷精手妖丹, 又不禁露出了羡慕之色,只是拿出一张海图回答寥寥几句, 就能得到一颗雷精手妖丹,这未免运气也太好了一些。 那名绿山女子见几人目光扫向自己手中之物,不慌不忙地将妖丹一收,笑隐隐地说道。 几位道友,既然韩前辈已经走了,我们也继续吧。 碧仙子,交换的事情不忙,倒想不到仙子以前还结交过化神器修士,真是失敬至己。 那是早年的事情了,妾身还只是区区一名杰丹修士,哪敢趁什么结交啊,只是那位向前辈随手指点一二罢了。 就算是随手指点,能和一位化神修士由此渊远,那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 不过有些奇怪啊,怎么大晋的这些最顶界的存在,全都跑到我们五龙海来了,莫非本海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不成? 这还真有可能,不过既然是化神修士打算插手之事,其实我等可以参与的。 别一个不小心,恐怕就被人家翻手间捏碎,最好也不要胡乱打听得好。 万一触弄了化神修士,呵呵,那名白须老者黑黑一笑,话由未尽提醒。 这一句话一出口,其他人面色微变,全都点头称事。 至于他们心中如何所想,自然只有天知道了。